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FleetServer相关的更详细的配置 上期视频的话我们讲了它一个简单的安装 简单的安装 以及在一个代理的机器上如何去安装和变更这个Elastic Agent的配置 那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FleetServer和Elastic Agent这个架构的一些方便性 但是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去使用这个架构 甚至于说如果你在想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的话 我们还必须了解更多的更详细的配置 现在让我们来到Elastic Cloud 我还是建议任何这个Elastic Search 包括这个Elastic Stack这个技术站的开发人员 或者说相关的所有的从业人员 大家都可以来去使用和测试一下这个Elastic Cloud 这是一个Elastic官方所提供的SaaS服务 在这个Elastic Cloud上去申请一个试用装的话 它的试用期是两周 它的试用期是两周 你只需要使用一个有效的邮箱 你不需要输入任何的信用卡信息 你就可以开启这个试用装 两周的时间和这个试用装所能够提供的资源 我认为的话你是做任何测试 POC或者说是学习都是非常够用的 然后每一次这个试用装的申请的话 只需要使用一个 使用一个你的邮箱就可以申请到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你可以去创建一个部署 你如果是首次登陆进来的话 你会来去创建一个部署 所谓创建一个部署 即是我们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安装 或者说搭建一套Elastic Search服务器 或者说ELK的这个技术站 一个部署就对应的是一套环境 那它的试用装领的环境的话 和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环境 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部署的话 区别并不是很大 区别并不是很大 如何开启 如何创建一个部署 我们只可以一键式的创建这个部署 在你通过你的用户名 通过你的这个邮箱和密码登陆以后 你在这边可以一键式的去创建一个部署 首先的话你去 你只需要输一些非常少的一些 非常少的一些信息就可以 在就可以启动一个部署 或者说一个集群 这边的话是部署的名称 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到 我们自己安装的话 是在安装的一个 Elastic Search的集群的名称 就相当于Elastic Search集群的名称 你可以输入一个 任意一个你想要的测试的一个名称 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生产环境 就是假如你以后会用到 Elastic Cloud做生产环境 那么我们在Elastic Cloud 官方的Elastic Cloud的话 我们有几个选项 有三个云的选项 有GCP 有AWS和Edge 在国内的话 如果说你的其他的工作负载 运行在国内的话 我们在阿里云和腾讯云上 都有阿里云和腾讯云 所和Elastic公司合作研发的SaaS服务 所以说你在国内可以用阿里云和腾讯云提供的SaaS服务 如果说你在国外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Elastic Cloud 或者说你在这些云上去自建 当然使用Cloud会更方便 不同的云它提供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不同云所能够服务到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Elastic Search在不同云里的覆盖也是不太一样的 目前如果你是想实现最广的覆盖的话 应该是AWS是覆盖的最多的 但是如果说你的 你的这个已有的 已有的这个生产环境是在Cloud 是在GCP 或者说已经是在GCP和AWS里面的 那你肯定是会选用这两个 这两个云作为这个 作为Elastic Cloud的一个部署目标 你这边选择完之后的话 在Elastic Cloud 如果说你是在生产环境当中的话 你还可以有很多更方便的选项 例如我们这个环境 可以使用一些什么样的硬件的profile 那这个就会很方便的 这就会对我们的环境的选择 就会非常有有帮助 我们不需要再去考虑 我是用什么样的机型 我用什么样的资源的一个特性 那在这边的话 就非常方便的已经帮你选择好了 那这边的话 我们通常会选用存储优化 或者说是常规 如果你使用Elastic Cloud 你会发现 就是在所有的云的提供商 在所有的云的提供商里面 Elastic 公司的萨词 可以提供到最多的版本的支持 从 5.5.0 一直到我们现在当前最新的 8.5.0的所有的版本 只要在这边提供的话 Elastic 官方都可以在 Elastic Cloud 当中去做支持 那下面这些的话 我就不一一去细讲 我们直接看一个 我现在已经做好的部署的 部署的一个集群的形态 我们点击这个集群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我这个集群当中的话 我们有三个数据节点 我们有三个数据节点 之所以做这样一个集群的话 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如果你在Elastic Cloud 上去做 Flight Server 和Elastic Agent 的部署 那么我相信的话 你可能也会从这样一个 最精简的一个架构开始去起步了 这个是在 AWS 当中的一个部署 在 AWS 当中的一个部署 那我们这个选择的是 AWS 香港的 AP East 杠一这个区 那在这个区 在这个 AWS 这个香港的这个region 里面 我们它这个区的话 它有East 1A 1B 1C 因此的话 我会非常自然的想到 就是我的一个非常精简的架构 我会从三个Math节点开始去起步 因为这个三个Math节点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高可 在不同region的高可靠性 和这个数据的一个负载均衡 那么我就有了三个节点开始的话 你就基本上有了East 1C 测试服务器的 所有的最基础的高可用性和性能 这种优化方面的所有的这种配置了 你从这个三个节点起步 然后随后如果说你的数据越来越多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极区 调整这个极区的配置 比如说我会加入 Hot Data 的节点 Warm Data 的节点 或者说别的我需要的决策的节点 都可以在这一个部署上 在后期通过变更这个部署的配置去实现 那么今天主要是会体验 或者说会详细讲解的部分 是这个叫 Integration Server 也就是说你在做一个部署的时候 我选择选项勾选了这个 Integration Server 的话 我就会有这个集训当中 它就自动给你把 Flip Server 安装好了 包括这个 Kibana 服务器 Kibana Server 也安装好了 那么这就让我们一件事的得到了这样一个 Electric Stack 这个技术站的集群 这就是我今天要演示的一个目标 我今天演示这个目标是有三个 Master 节点 有独立的 Fleet Server 节点 以及这个独立的 Kibana 服务器 这样一个五个虚拟机组成的一个环境 组成一个环境 我们现在想登录这个环境的话 也是可以在这个 Elastic Cloud 后端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Kibana 就可以直接点击 Kibana 打开 Kibana 就可以 Single Sign On 就是单点登录到我的 Kibana 的这个环境当中 那我们现在来详细介绍一下 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到的一个 在 Kibana 里面我们看到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我们还是来点击一下 Fleet 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就是详细讲解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的 所有跟 Fleet Server 的部署和配置相关的 那我们说到 Fleet Server的话 可能更多的会也会提到 这个 Elastic Agent 相关的所有的 可能我们会用到的一些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已经一件事 一件事部署好的一个 Elastic Cloud 机群当中 我们也是有一个 Fleet Server 的一个 Fleet Server 的一个机器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 Fleet Server 上 它没有去部署 Elastic Agent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的话 我去为了演示方便 我部署了 Elastic Agent 这台机上没有部署 Elastic Agent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功能 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它的功能 你默认的话 Fleet Server 上它已经给你搭建好了 Fleet Server 和 Elastic APM Server 也就是说这样一套系统的话 你既可以做 Elastic Agent 关于可观测性 我们的 APM 的这个方面的工作的话 那这个相关的端点也已经帮你设置好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详细讲解 Fleet Server 相关的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详细配置有哪些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配置的页面 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环境里面 或者说你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虚拟机 需要你去做这个 Elastic Agent 的信息的摄入 不管你是做可观测性还是做安全管理 那你首先的话你会考虑 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我需要多少台Fleet Server Fleet Server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接入层 这个Fleet Server的话 每一台Fleet Server根据它规格的不同 但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接入的上限的 也就是说它可能在几百到几千 因为后期的话我们查阅Fleet Server 相关的一些官方的文档 你可能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数字 也就是一台Fleet Server 可以负责接入 比如说两千到三千个 Elastic Agent 的一个节点 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量 这样一个数量级 但是这个接入的一个能力 或者说能量的话 随着Fleet Server这个版本的更新 Elastic公司的后台的开发工程师 它也在逐渐的去优化和提升这个接入的能力 那么基本上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个Fleet Server 可以接入两千到三千个这样一个 Elastic Agent 的一个端点的话 应该是它目前推荐的一个值 也就是随着你的环境的增加的话 你需要有更多的 需要有更多的Elastic 需要有更多的Fleet Server加入进来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在你一个比较大的环境里 你一定是一个集中式的一个管理 那么不同的Fleet Server的话 如果说你是在云环境当中的话 或者说你是在内网 或者企业内网的很大的一个环境 那么你这个Fleet Server 不同的Fleet Server 一定是按照你的地域 来去设置和部署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会在 比如说你在云里的话 在云里 那你一定是在会去考虑 我不同的Region里面 不同的AZ是不是要设置Fleet Server 还是说在一个Region里面 我们所有的AZ都去共享 几个Fleet Server 那通常情况下 你会去考虑 我们的一个根据你的环境的大小 以及你部署的一个进度 你去逐渐的去扩容你的Fleet Server 应该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策略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Output Output这个是一个默认的一个部署 默认的一个部署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Electic Search 在公网上的一个endpoint 你就可以输出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Fleet Server 到Elect Agent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现在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单向循环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Fleet Server去只管两件事情 他会在Kibana的 他会在Electic Search当中去找Kibana里面的Fleet Server的 Policy Builder的策略的更新 那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他会去看就是有哪些Electic Agent的向他请求去注册 那他只会把这个注册的请求的话和Policy Server去对应 那么他会去告诉Electic 已经注册的Electic Agent 那他最新的管理策略是什么 所以Fleet Server他的工作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单纯的 他一边在Electic Search当中去看策略的更新 一边去响应所有Electic Agent对他的实时的一些请求 Electic Server Electic Agent会去check in check in 会去问Electic 会去问Fleet Server 我现在有没有策略更新 没有 我就按原计划去采集数据 所以他和Fleet Server和Electic Agent 他的工作是极其的简单的 那Electic Agent本身的话 他也是他的信息的输出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他只会去看我当前的输出的配置是什么 那如果说策略不变的话 我就始终将我所有的该输 所有采集到的信息的话都输出到我的策略当中 给定了这个输出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这个信息的话会走到我们的一个Agent Policy 会走到一个Agent Policy 会进入到一个Agent Policy去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除了Electic Search以外 我们还可以有哪些 有哪些类型的目标可以去输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Electic Search 另外就是LogStash 另外就是LogStash 那什么时候你会用到LogStash呢 因为LogStash的话 我们把它定位是一个 ETL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服务器端 就是LogStash的话它会接收的 它的功能就是接收到Electic Agent的信息之后 它做进一步的ETL的操作 它可以去查清外部的数据源 不管你是数据文件 API还是数据库 还是或者说是直接在Electic 测试服务器里去查 它会去查外部的数据源 然后给你做数据的转换 数据丰富 数据字段的重整和对齐等等 这些操作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会用LogStash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可能更希望让Electic Search 让Electic Agent很简洁的 就把数据送到Electic Search当中去 其实没有LogStash的情况下 假如你的ETL的操作是比较简单的 或者说是或者说它的复杂度很低 或者说它不需要外部数据源的支持 不需要去查参考第三方的数据源 其实你在Electic Search当中的话 你通过一些PIPLAN 你通过一些PIPLAN的运行的话 也可以将Electic Agent采集上来的数据 做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 那么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可能会去可能会去添加其他的 我们从这个Fleet Server角度去看 因为Fleet Server可以去对应 几个Electic Search的机群 几个Electic Search的机群 或者说对应去LogStash的服务器 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可能会去改Electic Search的一个位置了 然后这边也是会去看 你是指传输数据上去 还是说你会把这个Agent 它本身运行的状态 一个是它自身它采集到的数据 它要传通到Electic Search当中 你基本上的情况下 你肯定会去开启这个Agent本身 它的自监控功能 它的自监控功能就是说 它的Agent采集的效率 它出错率 它的一个上传信息数量和字段和次数 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的话也很方便的 我们去评估当前所有Agent端节点的工作状态 因此在很多策略当中的话 我们也一定会去关注 Agent不仅要给我上传 我想要它采集的数据 它本身的工作状态 我也非常想了解 那么因此如果说你去勾选了这个选项的话 那么在这个策略当中的话 它下面挂的这个Electic Agent 它会把它的这个自监控的状态 传通到这个Electic Search的集训当中 那这边的话 我们根据我们项目的需要 或是我们实际的业务的场景 那我们会去可能会添加多个output 所以说这个output和Fleet Server 还有下面这个Binary Download的这个地址 那都是我们去构成 Electic Agent Policy的一个原材料 或者说是它的一些构成的一些 参数的一些选项 那Binary Download的话 这个就是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 给大家讲到的 如果说你是企业私有云的一个内网的环境 那你又想用Electic Agent Electic Agent和Fleet Server 这样一方面的架构 那么你肯定就不能让你的 自己私网里的虚拟机去 这个公网的 这个公网的 这个Electic官网的 这个下载的 这个下载服务器上去下载了 因为你的私网的机器 可能也就不能连带吧 那因此的话 你在这边 你会需要去搭建一台 或多台HDP的下载服务器 那因此的话 你也可以去根据你的环境的一个特性了 你可能会去想 你可能会去想 那我的二精致的下载服务器需要几台 那即使是你在一个云的环境里面 你可能也会想到 那如果说我这个Electic Agent 他想得到最快的下载和最便宜的下载流量的话 那你也可能会去考虑 即使我在一个云的环境里面 我可能会在我的每一个region 我可能在每个region里面 我可能也会搭建一个或几个 几个的话 你肯定是高可用性了 你在你的region里面 云的region里面 去搭建的下载服务器的话 也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 它反应速度肯定是最快的 另外的话 就是都是变成你这个本来 本来默认的话 这是一个外网的一个摄取的流量 如果你不care这个流量也无所谓 假如你关心这个流量 假如你珍惜这个带宽的话 你肯定会去把内网的 就是你自己的region里面的 下载服务器做好 可能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也会更经济 所以说你做fleet server的话 你需要去考虑的是 我fleet server本身需要多少个 多少个是够用的 多少个是合理的 多少个可以更快更好的 支持到我们的elastic agent 你支持的elastic agent的话 它的数据是往哪里去输出 你是就输出在现在当前的这个 部署的elastic search集群当中 还是说我已经有 我已经有 你部署好的elastic search集群了 这个集群有可能是已经在我的elastic cloud当中 最后一个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关注 但也挺重要的一个选项 就是我的benery 就是我的elastic agent所使用到的 bit的安装包的下载的这个位置 它下载的这个位置 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到的 配置有哪些呢 这个datastream datastream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是没有任何信息的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安装任何一个elastic agent 当有第一个elastic agent 它拿到它的策略开始往上传送数据的时候 这个datastream就会被初始化 因为不同的bit的话 它会 不同的bit的话 它会融入到不同的datastream当中 datastream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 所以你的管理方式 那可能我的pag 可能我的filebit 可能我的auditbit等等 不同几个bit 像以前的旧的bit 可能会都把它的日式 可能会放到一个叫logs logs比较新的这样一个pattern里面 那有可能我的所有的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metric 就会放到一个叫metric的一个 所谓模式当中 那这边的话就注册的talking了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在elastic agent注册的时候 可能我的不同的policy 这边会有agent policy 我们不同的policy的话 会对应到一个talking 这个talking其实给我们解决了挺大的问题 就是在以前的话 我们手工通过filebit去安装 通过metricbit去安装 我们会发现我们比较烦 会在不同的yam的配置文件当中 会去使用我们的那个 elastic search当中的用户名的密码 我们为了隐藏用户名的密码的话 我们还需要在filebit的配置文件当中 可能去用talking的方式去隐藏这些密码 但它最终的话都是涉及到一个安装性的问题 但在目前的这个版本当中 所有这个elastic agent 往elastic search基础上发送数据的话 它的认证的话 它都是通过这种httb请求当中的注册令牌 来去隐含它的这个权限了 也就是它elastic agent只需要凭借一个talking 这个talking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像一个密码一样 那但是它会更安全一些 它会更便于管理 因为它和我们的policy是去关联的 我们policy可以启用 可以终止 那它的灵活程度也是非常方便 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注册talking所使用到的权限 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权限 它仅仅有数据上传的功能 那所以即使别人可能这个talking 在你的环境当中有可能那个talking被黑客拿到的 那它也不会造成你在你的这个环境当中的任何的数据的风险 那这就是这个注册的talking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elastic agent elastic agent 这个elastic agent当前的这个elastic agent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条 所拥有的这个当前这个环境当中这个agent policy 就是我们现在fleet server上的这个policy 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fleet server的搭建 包括apm server的搭建 都是和elastic agent的安装的安装包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这个安装包都已经统一成一个万用的安装包了 就是你可以去下载elastic agent.tart 加点tz的不同版本的这个安装包 你拿到这个安装包以后 那它是一个万用的安装包 它既可以去帮你去在内网中搭建 或者在你的环境当中去搭建flick server 那你也同样是用这个安装包 因为它的名字本来就叫elastic agent 你也是通过使用这个安装包 在你的这个被采集服务器那端 就是在你的被管理机那端 通过elastic agent去 因为这个被管理机上也需要拿到这个安装包 然后它去注册它自己 它去获取它的beats的采集模块 通过策略然后上传它的数据 因此的话 现在这个万用的elastic agent的安装包 其实我认为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认为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这就是现在我们 假如你在elastic cloud上也开启一个 免费试用装的话 那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环境 那我们下一步来进行这个 新的elastic agent policy的创建 以及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azure里的虚拟机里 我这边有azure里有一台虚拟机 在这个虚拟机上我们来测试和验证一下 这个policy 下面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agent policy 然后在kibana里面使用一下policy builder 以及再回顾一下policy builder当中 有哪些配置可以做 然后我们如何来去运用它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一个叫创建一个policy 我们点击testlinux 这边的话有几个选项 首先是勾选了这个选项 它就会携带system这个模块 system这个模块 system这个integration system integration等同于 你它这个elastic agent 会帮你去部署和安装 file bit和metric bit 就是以前我们手工要装的那两个bit 下面有一些高级的选项 你可以给policy一个名称 当你policy变多的时候 它可以方便管理 它有namespace的功能 如果你是一个多租户的环境 或者说你的kibana里面的用户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使用namespace去分隔 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人 是来自不同部门 或者不同子公司的 它进来之后可能就只能可以管理到 它能看到的namespace里面的policy 然后这边是elastic agent 自监控数据的输出 它有一个就是把它取消注册的 一个timeout 如果这个policy下面的elastic agent 很长时间没有回馈 那有可能在云计算的环境当中 就是云的环境 特别是公寓云的环境 那有些机器可能是测试机 测试机可能它用一两周 或者说用一两个月 或者说是几个月之后 那它就会去 它就会去更换 更换或者说是会 这个虚拟机会去被删除 或者说被停机 那在停机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超时 如果说这个超时的 这个超时以后 我们就会直接把这个虚拟机 就把它给取消注册 这个虚拟机取消 这个机器取消注册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flit agents 这个清单中就看不见它了 意味着我们就就再不管理它了 同样这边的话 有这个output的选项 agent自监控数据 binary 这些都是可以去调整 调整完之后 我们将这个创建 创建这个agent policy 有了这个agent policy 以后我们现在就去使用 这个agent policy 使用这个agent policy 我们主要是会去提取一下 这个添加agent 所需要使用到的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 在这边下面会有 这个命令的话 它会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就是有这个叫注册的talking 这个注册的talking 我们会假如我们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的话 我们会有多个 我们会有多个 刚才这个 这个就是代替用户名和密码的功能 它具有它的agent 它只会有一个上传的功能 这个里面talking对应的 对elastic search机群的权限 就是上传 上传数据的权限 我们这边可以把它运行在叫注册进 把它注册进flate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elastic agent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叫standalone的模式 如果说你点standalone的话 下面这个就不一样了 下面就不一样了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你有一个叫elastic agent.yam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用于你在那台机上 也就是说你standalone就是你去还想走回以前 filebit和metricbit的管理的方式 我去手工去在那台服务器上去管理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让它去上传采集数据 这个方式就是不会去注册到flate server里 你如果不注册到flate server里的话 你不能在一个通过flate server 去对它进行集中的管控 那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架构的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这个架构的方向 就是想让大家以后更多的使用 elastic agent注册到flate server上 在flate server上 作为一个统一的管理控制平面 去对所有elastic agent进行统一的管控的 这样一个模式 那我们选择这个注册进flate server这个选项 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 有几个选项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在linux和mac下 在linux和mac下 它都是用elastic agent的话 elastic agent是用的tart.gz的包去部署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我们flate server也是通过这个包去部署的 它是一个万用的包 为什么要用它呢 是如果你用它的话 它是用这个一条安装命令 把它给把这个elastic agent给安装起来运行起来的 那用它的好处是说 你用这个tart.gz的包安装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生成了一个一件式的 就是生成了一个一件式的注册和安装elastic agent的脚本 你用这个脚本安装出来的 安装出来的elastic agent 它会去 它不仅受控于这个flate server 而且随着flate server端的版本的升级 flate server 特别是你在elastic cloud里面 如果你elastic cloud里面 可能这个月可能又有新的版本 elastic stack又新的版本发布了 那我们在elastic cloud里面 我们可以一件式的 整个升级这个后端的elastic stack的版本 这边的版本升级上去之后的话 就意味着所有elastic agent 你可能也会去计划一个全面的升级 那如果你是通过这个tart.gz的这个包 安装出来的elastic agent的服务 它就可以受控于flate server 进行日后的这个平滑的 就是版本的这个 版本的这个升级的动作 也就是你用这种tart.gz的包 安装出来 就是真的 就是以后是所有在所有端点上 包括这个停 包括它的升级工作 也都是 也都是这个自动化的去完成的 那包括这个 mac下也是tart.gz 那也是有相中的特性 windows下你可以看是zip windows下 它是通过一个叫exe去安装的 如果说你是用这种方式去安装的 那也是和Linux Tart 和mac 你们这三种它都是可以去平滑自动升级的一个方式 那不同的是这两种 不同的是这个rpm和derbin这两种格式 它这边也提示了 它说你要 它说建议啊 还是你使用tart.gz的包和zip的包去安装 因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用rpm或derbin的包去装 那就意味着你自己手工装的rpm 你在内台机上手工做 手工做Elite Agent 程序本身的一个升级 程序本身的一个升级和管理 所以这个就是它所有的选项的区别 Copernetis 我们后期会去做专题的分享 看一下在KPIS环境下 我们如何用可观测性 你有了agent命令以后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界面就会在这卡住 因为我们要添加agent嘛 你要是对这个policy去添加agent 其实你可以把它 这个脚本copy下来 你copy下来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脚本 在很多地方使用 第一种方式就是 我可以把它拿到我的 这个 我可以拿到我的这个 这个终端上 我手工的去执行这个脚本 手工去执行 我们先来手工执行这个脚本 那同样的 我在这边可以手工执行这个脚本 那也就是意味着说 假如这台服务器它是 它是新创建的 特别是它从零开始去创建 那我们知道很多云厂商里面 包括很多私有云 它都是可以提供一个叫 特别是Linux系统 它有一个叫Cloud Enate的 这样一个脚本 就是操作系统一旦 加载 加载它网络服务 加载成功网络服务 获得到IP地址以后 它可以通过Cloud Enate的一些脚本 你去用Bash去做一些操作系统内的 一个后期的 就是操作系统启动以后的一个 加载的一个定制的 定制的一些配置命令 那我们可以将这四条命令 放在我们的一个 Cloud Enate的脚本里面 也就是意味着 当我拉起一台新的虚拟机的时候 我只需要通过Cloud Enate的接口 将这个命令注入到接口当中 那这个机器一旦它启动 一旦的操作系统起来以后 那它就自动的去下载 下载这个TAD.GZ的 Elast Agent的安装包 解压并且注册到 我们的Fleet Server上 我们现在来运行三条命令 四条命令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 一旦我们生成了四条命令的 一件事的Share的命令集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在很多场里 手工安装也是一种方式 特别是对于我现在 已经在环境当中存在的 这样一些机器 我这边安装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 这个界面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很快的 就是他已经说 这个Agent已经注册了 因为注册的动作是非常快的 他只是说那个地方 一个可执行文件 直接把他的信息发送过来 他确认了他这个Talking 和他这个来源以后 他就会等待着这个Elyse Agent Elyse Agent 他会有几部分的动作 首先的话 他这个踏包解压完后的程序包的话 他会把Elyse Agent的程序本身 他本来也是个Demon 把这个Demon安装到操作系统当中 形成一个系统级的服务 并且开机可以自启动 同时的话 他会把Elyse Policy当中 这个Policy当中 规定他要去下载和安装的 那个Bit 他也去下载安装 并且启动起来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注册很快 但是Data Incoming的话 他经过了一两分钟 因为我都是在云环境里面 他这个速度其实也是蛮快的 几十秒钟的时间 这个Elyse Agent的服务 就已经把Bit已经安装好 并且他的数据已经送上来了 这个我们就简单的再来查看一下 他的结果 我们显然也是可以在这个 我们可以到Dashboard当中 可以看到 你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一定是有Elyse Agent的 这个Integration的模块 他初始化的这些Dashboard 那你这个随着你Integration的变化的话 这个Dashboard的数量会变化 我们进到Discovery当中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Data Stream Data Stream的话 一旦有Elyse Agent工作了 他就会把Data Stream初始化起来 他会有Log Log的话 这个就会是Filebit 所有日志型的采集 或者说是Filebit 它有很多采集模块 采集模块采集的日志 它都会汇集到这个Pattern下面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到 可观测性的界面当中去看 这边也是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采集到的一些监控数据 这个就是在云环境当中 我使用Elastic Agent 它的安装脚本 可以得到的效果 同样的话 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很快速的 这边也是有一个健康的状态 同样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 我们做一个类似的 一个变更 跟我们上期视频 类似的一个变更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Integration 我们再回到 Integration的界面 这边的话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等于是 Elastic 它官方来去将社区当中 因为以前会有很多 社区贡献的 开源的一些 bit的一些项目 当然现在那些项目 还正在运行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步骤 就是这些项目 可以 其实在以前的话 它也可以直接用到 ELK的这个平台上 但是现在 以来公司的话 它会去手工 把这些东西 再去做一个整理 这个整理的意思就是 每一种集成 或者说每一种 每一种 每一种集成的话 它里边 还是有挺多的 挺多的 挺多的一些梳理工作 很多的一些梳理工作 比如说在不同的云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虚拟机 它很多的数据源 以及一些开源的一些项目 这个集成 所谓一个集成 它里面包含几个信息 一个信息就是 它会再把集成所需要 完成的数据采集 和我们有一个叫ECS的 一个数据定义 它做对应 也就是说 它会很严密 就是很严密的 很严格的去 这个所有的字段 就是ECS里面的字段 就是在Eletic Search 这个大的存储库里面 如果说你要存可观测性 和安全性的数据 那么来自不同厂商 来自不同集成模块的信息 它都会去做梳理 就是以来自于官方来去做梳理 这个梳理其实是蛮繁重的一个工作 但它这个梳理往往可能还会包含 后期的很多维护工作 比如说特别是在云服务这边 如果云服务这边更新了 云服务本身更新了 它可能有字段的变化 那这部分维护工作 往往的话 依赖厂商的话 它就可能会更及时更精确一些 所以说Eletic公司 它其实比较介意这块 它会把很多这个集成点 它自己在这边 Eletic公司的话 它会有这个工程师 去做这个梳理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开源的一个模块 开源的一个模块 比如说它去采集MyCircle MyCircle的话也是对应的有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模块就采集日志的 这些可能有很多也是你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字段 首先的话就是字段的对齐 另外的话就是它有些asset 这asset包括是在Kibana里面的很多的dashboard 很多的一些dashboard 你点击它了以后 它就会把这dashboard给安装进来 就安装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 谈到所有的跟package相关的东西 那这些内容 就是在这个界面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 它都是存储在叫 elastic package registry当中的 这个在公网环境下 我们就是从elastic官网的 elastic package registry当中 去提取到的 现在看到的这些信息 如果你在一个内网 或者是在一个分闭的网络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信息通过 通过那个Dock镜像的方式 把它host在你的内网 现在我来做一个叫 agent policy的一个管理 就是变更的动作 这个操作我之前也做了 我在这边就不再去讲解 那后期的话 也就是你在云里面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通过这些去 我这边再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个agent polic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都会 有很多个不同的阶段 在每个阶段里 你都可以对agent policy 进行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 随着你的调整 它就会将 随着你的调整 它就会将 现在可能已经连接到 这个policy上的很多的 elastic agent的行为 就去做变化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改完了 这个叫test linux的policy 我们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 点击这台 这个agent 它还没有去更新 那我们来再去点击一下 我还需要再次把它添加进来 刚才应该是没有添加成功 点击添加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 确认你这个新的agent被添加进来以后 其实你在policy修改完之后 你始终需要来去确认一下 我的版本有没有升级 通常情况下 你在这边 不管你改了setting 还是增加了 增加了这个里边的integration 它都会去 有一个自版本 后台会自动去帮你升级这个版本 那现在我认为它 这个在这边已经会有这个数据的返回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agent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获得了packagebit的模块 那相同的话 我们可以去安装这个模块 我们也可以去将其删除掉 我们可以在这边点击一下 我们可以删除这个机程 删除这个机程 它还会提示你删除这个机程的话 你现在会影响到多少个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 我将它默认的 filebit和metricbit去删掉了 因为这台机器 有可能我就想作为内网的一个抓包的一台机器 或者说在我的某一个AZ里面抓包的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 我如果说对这个policy做了变更以后 在这边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filebit和metricbit都已经stop了 都已经stop了 停止工作以后的话 它会将其也删掉 将其也删掉 它这边你可以看到是有两部分的 有filebit和metricbit本身 还有它的monitor这笔子 就是两部分的工作 最后的话 这个policy去更新完以后 就会只剩下packetbit这一个运行的状态 同样的话 我在后期的话 我也可以去通过这个policy 去不光是管理这个policy里面的集成 我也可以到flit agent这边 我们也可以去叫把它给注册掉 我们可以手动的把它注册掉 那手动的把它注册掉 很有可能是说这个机器 现在我不需要去管理了 还有可能就是把它注册掉之后 可能让这台机器 再添加到别的flit server当中 我们可以再演示 再回来看一下它现在的状态 就是这个都停了 filebit和metricbit都停了 然后它只剩下packetbit packetbit packetbit本身它的数据采集和健康度的监控 应该也是借用的两个进程去实现的 所以说它会健康监控的进程 就是一直会去运行 一直会去运行 然后采集数据的进程 它可以去根据policy的情况去 随时去调整 随时去调整 随时去调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做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 我们就将agent再把它给取消注册 取消注册的时候 刚才有一个选项 有一个选项我没有勾 如果说勾选的一个选项的话 它会把现在这个数据 把它现在agent在这台机器上所产生的数据也删掉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会去把这台机器on注册 on注册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过程 把它取消注册 取消注册的话 我们再回到这台机器上看 它就把所有的服务都停了 所有的服务都停了 其实意味着说这个服务停了 但它所安装的安装包和它的相关的配置 其实还在 其实还在 但这边已经把它注册 注册掉之后的话 这个它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你想让这台虚拟机再返回的话 它还要再重新进行一次注册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个就是演示了关于 Fleet Server在Fleet Server服务器后端的所有详细的配置 以及Agent整个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的过程 那么回到我们的Bilibili当中 我们来回答一下咱们有些网友的一些讨论的一些问题 咱们有一个朋友去问了挺多的问题 其实我也在这边做了回复了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问的蛮好的 因此的话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将 也将这些问题再聊一下 然后这个朋友他去问 他说之前有很多开源的SIM 也有些厂商 是它的核心组件都是用ERK提供的 采用的CS模式 在未来的话 他的问题是说在未来的话 这些开源的SIM和我们它的一个关系 那我认为它是所有的这些开源的厂商 以及现在正在用ERK为核心的一些公司 那我认为它都是一些生态系统 都是ERK公司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竞争我觉得谈不上 你应该都是互相去学习 互相借鉴的一个过程 在以后的话 在如果说你想使用 如果说你是用户的话 你使用的这个ElectricStack这个技术站 那Fleet Server和Agent这个模式的话 是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它是未来的方向 它会逐渐替代到以前的那个Filebit N多个那个bit的离散那种方式 然后这个朋友也问了说 这个数据还能过这个LogStash 这个刚才我已经在演示当中给大家去讲解了 然后这个前景如何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Fleet这层的话 它就是一个接入层 它可能和我们的 以前可能也会用到的Radius和 包括我们用Radius和卡夫卡这些可能 会可以类比 可以去类比 就是我们现在以前是 在ElectricStack当中 它不存在缓存层 它你不得不去用Radius卡夫卡 但是现在有了Fleet以后 那我觉得这个Fleet 会作为一个更好的缓存层 给大家讲解了又更多的 关于这个部署和配置的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 再次就是邀请大家去 一定去这个叫Cloud.elice.co 这个官方的SaaS上去 亲身尝试一下官方的这个SaaS服务的 它很多的功能 而且很多你要是在你的项目当中做POC 或者说在你的一些功能测试和学习 我认为Electric官方的SaaS 因为它的版本是最更新的 它使用起来也更方便 你要是做一些探索性的学习 和POC两天的时长也是非常够的 非常欢迎大家去使用ElectricCloud 官方的SaaS服务去体验更多的更新的 ElectricStack技术站里面相关的技术 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有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说还希望我更新其他相关的内容的话 请在本期本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说发弹幕 然后让我们在后期做更多的交流 好的谢谢观看 拜拜